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在家里撒豆子 哗啦 哗啦 哗啦啦 小城一边把炒熟的黄豆使劲地向远处撒去 一边在嘴里念叨着 扶神进门来 小鬼出门去 小城顺着门厅 客厅 餐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 一间一间都仔细地撒过了黄豆 啊 对啦 储藏室也得撒上一些 储藏室的顶棚上 住着一个黑皮肤的小鬼 他是去年春天搬来的 名字叫鬼泰 鬼泰是一个好心的小鬼 昨天啊 他悄悄地帮小城把丢掉的玻璃球找了回来 前几天啊 下雷阵雨的时候 鬼泰把晒在院子里的衣服收回来 扔在餐厅里 有时候 他还把小城爸爸的皮鞋擦得正亮 不过 谁也没发现 这一切都是鬼泰干的 因为啊 鬼泰是一个害羞的小鬼 平时做事特别小心 生怕别人看见他了 鬼泰听着小城洒豆子的声音心想 人的想法可真古怪 为什么他们认定所有的鬼都是坏鬼呢 其实 就像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一样 鬼也有各种各样的鬼啊 鬼泰一边想着 一边把一顶旧草帽戴在头上 遮住了两只旗角 就这样 鬼泰没有一点声响地走出了储藏室 外面下着雪 路上 屋顶上 原野上 到处一片雪白 鬼泰光着脚 走在雪地上 他的小脚丫不时地陷入冰凉的雪中 鬼泰想 但愿能有一户好人家 可是啊 今晚是历春的前夜 家家户户的门口都装饰着铜树的叶子 鬼泰是走不进去的 因为铜树叶会刺伤鬼的眼睛 鬼泰走过一座小桥看到一座薄铁皮屋顶的小房子 鬼泰抽动着扁扁的鼻子 真幸运 这里没有黄豆的味道 门上也没有装饰铜树的叶子 可是 从哪进去呢 鬼泰东瞧瞧 西看看 这时候小房子的门打开了 鬼泰赶紧跑到房子的侧面躲起来 一个小姑娘走了出来 她捧起地上的雪 放进一个破裂盆里 然后把冻得发红的手指放在嘴边哈着气 鬼泰想着 哈哈 机会来了 一溜烟的就从厂着的门钻进了小房子 然后像一只老鼠一样窜到了房梁上 房子正中间 小姑娘的妈妈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 躺在那儿 小姑娘用刚刚取来的雪 把毛巾冰凉放在妈妈的额头上 妈妈微微睁开眼 因为发烧 那双眼睛显得湿润润的 却一点精神都没有 孩子 你饿了吧 妈妈问 小姑娘听了赶紧咬住嘴唇 使劲地摇了摇头 不 一点都不饿 妈妈 我吃过饭了 妈妈睡着的时候 一个不认识的男孩 给我送来了热乎乎的红豆饭和甜豌豆 今天不是历春前夜吗 她说 他们家做的东西太多了 吃不了 小姑娘慌忙地解释着 可是在妈妈听来 好像放不下心 她点点头 便又迷迷糊糊地 睡过去了 小姑娘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看到这里 鬼胎觉得很难受 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顺着房梁 悄悄地溜进厨房 厨房里不见一点水汽 连一粒米 一片萝卜都没有 啊 那个小姑娘 一口东西也没吃啊 鬼胎顾不上多想 穿过厨房窗户上的破洞 钻进了寒冷的黑夜里 过了一会儿 小姑娘家的门外 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这么晚了 谁会来呢 小姑娘把门打开 一个男孩子站在外面 她带着一顶 积满了雪的草帽 帽颜 压得滴滴的 男孩子递过来 一个盖着 餐巾的托盘 嗯 今天是立春的前夜 我家做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吃不了 那 给你 鬼胎努力地学着 刚才小姑娘说的话 小姑娘十分地吃惊 嗯 这是 这是送给我的吗 她轻轻地掀开餐巾 只见香喷喷的红豆饭 和茶绿色的煮豌豆 正冒着热气 小姑娘的脸上 露出了微笑 小姑娘拿着筷子 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鬼胎担心地问 你怎么了 我在想 家家都撒完豆子了吧 我也想在家里撒豆子 鬼胎吓得跳了起来 你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要是鬼进到我们家来 那妈妈的病 一定会加重的 鬼胎听了 两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她浑身发着抖 嘴里嫩嫩地说 可是 可是鬼也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鬼 像冰块融化掉了一样 鬼胎忽然消失了 只剩下那顶旧草帽 小姑娘站起来 四处寻找男孩子 真是 真是怪了 诶 她的帽子丢在这儿了 小姑娘拾起鬼胎的帽子 啊 黑豆子 还热着呢 小姑娘轻轻地撒起豆子来 她怕吵醒妈妈 小声地念叨着 扶神进门来 小鬼出门去 小姑娘从麦节编的旧草帽里 抓起黑豆子 一边撒一边琢磨着 刚才那个男孩子 一定是扶神吧 对 我想一定是 看来妈妈的病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小姑娘轻轻地把豆子 一把一把地撒了出去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小鬼的帽子 小鬼的帽子